蘋果肌其實是骨骼 正確的眼球跟骨骼的一個正確的關係 也就是說中臉的骨骼需要有足夠的橫向發育 來去把中臉的組織給做一個適當的支撐出來 在一個適當的支撐底下呢 它會有正確的眼球跟中臉的關係 如果沒有蘋果肌的人 他常常會有一些初老的一個症狀 比如說他會覺得眼睛下面凹陷 或是他的眼袋提早產生 這些都是因為中臉的骨骼的一個缺損所造成的 所以嚴格來講蘋果肌不是肌肉 而是一個適當的骨骼支撐 蘋果肌正確的位置 我試著在我的臉上畫起來 蘋果肌正確的位置是 從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突出點 那我們喜歡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我們希望能夠支撐眼袋下方的骨骼 然後呢我們不希望讓群骨變寬 反正會是在最寬點的上方這個地方 嚴格講起來蘋果肌在這個位置 OK 那麼 它是一個比較前後向的一個位置 而並不是一個寬窄的位置 所以說這時候又衍生到一個別人常常誤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削完顴骨之後 我的蘋果肌會被減少 是完全不影響的 為什麼呢 因為顴骨的削骨手術是在改變臉的寬窄 而並不是在改變前後的支撐 我們要的蘋果肌是一個前後的支撐 我們要能夠支撐出有達到保護眼球 還有支撐眼袋下方的一個肌肉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一個是前後 蘋果肌是前後向的 效果是寬窄向的